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数学书 Math book 英语书 English book 语文书 Chinese book 和我们的故事书 Story book 我们的关键句型 What's in your school bag? 我们看看这个同学他的书包里面有什么呢? 还记得吗?他的panda书包 黑白的panda书包 熊猫书包 an English book a Chinese book a math book and three story books 他有一本英语书 一本中文书 一本数学书和三本故事书 那么在这个地方 Rookie老师要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首先看到这里 an English book 它和其他的a都不同 因为English是原音开头 a e i o u 我们都要用an English book 第二个地方是English book和Chinese book 我们需要首字母大写 因为它代表着一种语言 也代表着一种国籍 什么国家的人 那么在这两个单词一定要记住要大写 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三本书 我们用复数的时候 后面要加上一个s 表示复数 那我们的story book 要变成story books 再就是我们English book 都是分开的 中间有间隔 Chinese book 也有间隔 math book 也有 但是我们的story book 它是连在一起的 story book story book 大家使用的时候要注意这些地方 那我们在一起把这个句子读一遍 What's in your school bag? an English book a Chinese book a math book and three story books 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些音标 来帮助我们记忆单词 那么看到这里有五副图 相对应有五个单词 我们看到第一个 哇哦 还是那只小熊 它抱着一罐子的蜂蜜 然后上面有两个小桃心 代表着它很喜欢它 那我们看到这个单词呢 是 like like 这里的i发字母本身的发音 我们在26个字母当中 i发i 这个字母发i so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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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like 那么这个i字母 是不发音的 是两个辅音字母 中间夹一个原音字母 i 这个原音字母 i 它是不发音 like like 我们看到第二个 哇 是一个风筝 风筝 那么这个单词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k 有一个i 有一个i 有一个t 那么我们遵从这样的规则 e字母不发音 我们看到这个单词要怎么读呢 k i t kite kite yes kite 哇 我们拼读是不是越来越简单啦 单词的记忆也是这样的 kite kite 只要我们掌握这样的规律 我们就可以记忆更多的单词 我们再看到这里有一个数字 五 那么看到同样的一字母不发音 这里有一个f f i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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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five very good five 这里呢 九 一字母不发音 两个n 发n 鼻音哦 n n i nine nine 九 那么最后一个 哇 是我们天天会吃到的米饭 那么这里 一字母不发音 只发i 第一个r 发r 这里的c 不发k 他发的是 s r i s rice wonderful rice rice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i字母 在单词当中 辅音字母加i 再加辅音字母 再加一个i的时候 i字母发他的字母本声音 i 好 我们现在来看到一组对比的读音 也是字母i 那么这个字母i 在这些单词当中我们要怎么读呢 我们看到第一个 哇哦 这里有两个草莓 一个小的 一个大的 那么大的单词要怎么说呀 big big 好 我们这是两个辅音 后面没有e了 它夹在中间 那么这个i呢 它就不发 它的本声音i 而发 短音 i i 它的发音非常的短促 很像我们的数字 i i i big big 在这里 b字母发b g字母发g b i g big wonderful 在这里呢 是一条小鱼 那么我们看到 鱼要怎么读呢 这里s h组合发 sh sh ish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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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那么i字母在这里 都是发的短音 i i 看到这里 老一只可爱的小猪 那么猪这个单词 要怎么读呢 p ig pig yes wonderful pig pig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s 发s x呢 发x x x 6 6 看到最后一个 这里有个座位 那么是给我们坐的地方 我们要用 我们要怎么说呢 sit very good sit 那我们把所有的单词读一下 来对比一下它的发音 like like big 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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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fish 我们的上面这一组的字母 发音非常的饱满 而下面这一组的发音呢 非常的短促啊 five five pick pick nine nine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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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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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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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看到这两个音标 一个是 eye eye 嗯 它是双元音 从 eye 滑过来的滑到 i 这里面啊 再到这一个 短音的 i i very good 我们又认识了两个不同的音标 也认识了两种不同的发音 i 那么在这里 Rocky老师和大家做一个练习 看到这里有这么多不同的单词 那么现在呢 Rocky老师会按照不同的顺序 把这些单词每一个读两遍 ,你要在这个框框的地方标出自己的数字 ,那么大家要听好咯 认真的听一看 我第一个说的是哪一个 第二个是哪一个 第三是哪 把这样一二三按顺序把这些数字都标出来 Now, let's go number one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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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two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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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three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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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four Six Six Number five P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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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six 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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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飞 Number six 第一个 Number six Pine eter Pick 是冰的意思 我们吃的冰淇淋就是 ice cream 冰淇淋 那么第三个是 nice 第四个呢 是一个短音 six 在这里是六 那么下一个是 pick pick number five is here number six fine fine 在这里 fine 很好 我很好 I'm fine 好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同学们检查一下 是不是正确的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到 有不同的单词 不同的发音 还有我们要书写一下了 第一个 listen five five 好 我们听了以后 再来circle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i 和ie 我们看到five 它应该是ie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 画一个圈圈 ie 然后我们write 我们来写一下 five five 好 记住都写在四线三个的中间 f是占三格 那么第二个 listen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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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用的是i 还是i i and i 看到six 嗯 good 是第一个 i 那我们写出来 s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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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个 let's listen big big 哇 它是i 还是ie呢 big 是我们的短音 所以是 i i 那么我们的big 要怎么写啊 b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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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风筝 kite kite so so it's i i so it's i is i or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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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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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great 是这一个组合 i e 那么我们书写一下kite kite kite 我们再来把单词读一遍 five six big kite wonderful 好 我们看到刚刚学了i 和i 这两个原因 这两个音标之后呢 我们来读一读我们的tongue twister 我们的绕口令 我们看到第一句话 我们的英文绕口令也是很有趣的哦 我们一起来读 i like to ride my light white bike and fly a white like kite with my wife 哇 里面有好多的i 对不对 我们看到like 是不是一个i 还有哪些呢 ride my light white bike 好像都是的 好 我们再看到这个句子 它是什么意思呢 i like to 我喜欢ride my bike 我们看到这里啊 ride bike 就是骑单车 ride bike light呢 可以指光 我们在第一单元学到过 灯光 灯 电灯都是light 但是在这里啊 它指的是轻的 我的轻的 white 白色的单车 我喜欢骑我的很轻的白色的单车 and fly fly a kite 看在这里 fly a kite就是放风筝 它要放一个什么样的风筝呢 a white light kite 也是一个白色的 也是一个白色的很轻的很轻的风筝 my wife 好 那同学们可以自己再练习一下这个绕口令 可以读得越来越快 让自己这个原因发音 i 操练的更多 我们一起来再读一遍 i like to ride my light white bike i like to ride my light white bike and fly a white light kite with my wife 我们看到第二句 那么我们 这个发音 有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he is a 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 he is a 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 在这里面 这个big fish 是什么意思呀 它 这指的是人 是男它 对不对 它是一个大鱼吗 人怎么会是鱼呢 这里的big fish不是指大鱼 而是指一个大人物 它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人物 in a little pond 在一个小池子里 可能就是说 在这个小圈子里呢 它是一个大人物 很了不起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 我们也可以来划线 看哪一些单词是发 i 这个发音 我们看到 he is a 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 哇 有这些 he is a big fish 我们看到这个in 它也是短音 我们再把它加进去 in a little 小的pond 在一个鱼池 小池子里 我们再把这些单词 读一下 is big fish in little he is a big fish in a little pond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绕可令啦 在以后的课程当中 我们还有更多有趣的 绕可令呢 最后我们一起来 听一首歌吧 我们二单元的歌曲 my school bag 我们看到这首歌是唱的什么呢 my school bag 我的书包 oh no my bag is heavy oh no 我的书包很重啊 heavy 很沉重 my school bag is heavy my bag is heavy what do you have in your school bag 那么你的书包里有什么呢 我们这里也可以用作替换 在这个句子很重要 我们可以来记忆一下 what do you have 你有什么 in your school bag 在你的书包里有什么 也可以说 what do you have in your room 你的房间里有什么 what do you have in your classroom 你的教室里有什么 what do you have 你有什么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 my school bag my school bag oh no my bag is heavy oh no my bag is heavy oh no my bag is heavy what do you have in your school bag i have my english book i have my english book i have my english book what do you have in your school bag i have my chinese book i have my chinese book i have my chinese book what do you have in your school bag 好 那我们在欣赏完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次课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